最近吴蕾赵金麦两人分别释出了一组照片 在照片上我们能够发现他们很多的相同点 比如同样的日落 同样的草地 不少人都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同一个地方 为此有网友表示 他们是不是私下在偷偷约会呀 其实也不怪网友会这么想了 毕竟吴蕾赵金麦这两人的CP感真的很强 据众他们也有好多吻戏 看他俩谈恋爱纯纯就是年轻人的照影 冲动又有一种羞涩感 每次刷到都忍不住多看几遍 而且谁敢相信 曾经还穿开裆裤的小男孩 现在都开始演谈恋爱了 演的还是成年人该看的剧 不过听说小说里可比这亲得多多了 连俩人闹别扭都没忘过要亲亲 别说你还真别说 女孩子就是这一套 看看他们二人这敬献甜蜜的互动 我就不信他们演的时候不害羞 俩人则都要咧到脑门后了吧 用笑来演示害羞对吧 我懂我懂我们都懂 而且啊 吴蕾甚至都要进冰箱给自己降温了 就连剧组朋友在拍戏时 一个一个也都磕上头了 这是真甜呀 要不然也不能在直播中大放厥词 失明羡慕每一个能当面磕到 无垒着急卖的人 况且剧方放出的花絮 大部分都是男女主的吻戏 果然磕CP最好的体验感就是官方以及正主带头磕 比如最经典的沙发吻 缠绵匪色的氛围就连旁边的导演都激动坏了 还有车窗分别吻 不得不夸 导演是真会拍呀 把小情侣男生男分的感觉展现的淋漓尽致 听听旁边工作人员的笑声 磕他俩堂有多快乐 不用多说了吧 还有吴蕾 召集卖他们的采访 怎么正工作呢 还能突然讲悄悄话 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听的吗 当然最好磕的莫过于网上那个最爆的梗 麦麦坐在磊磊怀里为他刮胡子 要知道这可是麦麦第一次尝试呀 便宜吴蕾这小子了 怎么办 小编我 真是一磕二人就停不下来了 吴蕾还是苏感小哥哥 扎金脉依旧甜度满满 中系第一和北电第一的搭配 实力和颜值双双俱备 忍不住的要磕起来了 从放出的物料中看 吴蕾和扎金脉CP感十足 吴蕾的一个眼神就能够让人浮相连篇 真的太犯规了 在暴雪时分真的是一部非常细腻的作品 给我在商业上非常重要的启发 你会发现每个场景导演都拍得很用心 虽然到不了繁华教科书的地步 也可以作为给偶像剧的示范片了 是目前我看到的最好的 现代不狗血又很有看点的偶像剧 也就是这种很细腻的拍摄和表现非常的打动人 这无论对于导演的拍摄手法 还是演员的专业功底和表现力 都是极大的考验 接下来我将会从剧情选角两个维度 展开聊聊这部剧 对我们打造个人品牌 以及做商业的启发 首先是剧情 在暴雪时分 因果赵金脉氏和弟弟孟小天第一次出国 却遇到了十年难遇的暴雪 订不到酒店在红鱼酒吧与林一阳偶遇 结果林一阳对因果一见钟情 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追妻之路 比起别的小年轻遮羞女孩子不一样的是 林一阳这家伙充满了各种小套路 而且还不忍人反感 反而激起了因果的好奇心 让我来看看林一阳是怎么做的 先搞定身边人打入对手内部 明明在学地里盯着打电话的因果 看了半天出神 却没有主动去跟对方打招呼 而是选择了迂回 去跟弟弟孟小天熟络起来 这一点做的挺不错的 不仅值得很多谈恋爱的年轻人学习 对我们打造个人品牌 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面对一个陌生的心动对象 即使再想认识套近乎 也千万别直接跑过去打扰人家 还直接跟人要微信 先殷勤 很难不让人觉得你有利可图 不仅会给人吓跑的 甚至可能让对方更加警觉 适得其反 你看林一阳真的是爱人性 懂得先跟对方身边重视的人搞好关系 通过弟弟的推波助澜 英国也就顺理成章的 接受了以杯鸡尾酒的请客 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结识 这不就连接上了 而且留下了非常傲的出印象 可光认识肯定不够呀 得创造下一次相遇的机会 找到什么理由呢 林一阳的第二个动作是 让对方欠下自己一个不大不小的人情 而这点在打造个人品牌 以及你在经营重要关系中 也同样适用 毕竟若不相欠 怎会相见 另外如果你看去就会发现 林一阳这个人算看似说长得帅 不太会说话 却也在成长历练中 在很多人世上 宁愿选择自己吃点亏 让对方转 这真的让他结下了很多的善缘 就为他后期在专业领域的付出 以及推动他在女友的家人面前 得到固有印象 翻转 种下了好的种子 广间善缘 是除了你专业能力之外的 绝对杀手锏 林一阳的好人员 不止弟弟身边的人认识的 甚至包括自己的死对头 孟小冬等人 都是堪称月老级别神推手 助了不少力 帮助林一阳促成这段好事 毕竟能让对手佩服 还能在关键时刻 助力的能力 挣得非常硬核 没有人能拒绝一个 忌努力又真诚的人 而且大家一开始看剧情 是否发现 林一阳的设定是个穷学生 在遇到英国之前 他其实很节俭 和室友合作一个小单间 吃的也都是最便宜的汉堡和披萨 他从不浪费一分钱 但自从遇到了英国 他只想给他最好的 愿意将自己所有的一切 都奉献给他 也不忍心让他受一点委屈 据衷 这俩小情侣之间 经常互相确认 你到底当初为什么看上我呀 大概是因为这张脸吧 如果说颜值足以让人心动 但能力和人品 一定是能够认定一个人 值得长久相处下去的本质 欣赏一个人 始于颜值 敬于才华 何于性格 久于善良 忠于人品 没有人能拒绝一个 既努力又真诚的人 其实这次暴雪的选角 除了男女主之外 几乎每个配角都很出彩 今天主要跟你聊下 剧中的三位显影暴男配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吴磊演技 但凡再油腻一点 都压不住三位绝帅男配 吴磊作为男主角 扮演的是打小就傲娇的林颖阳 平时不爱说漂亮话的他 年轻时说话带道 伤了不少人 后来随着年纪增长 再加上遇到了赵金脉 半夜的因果 于是开始尝试改变 虽说算不上霸总 但有天才选手人设的加持 使得这一角色 极其不好拿捏 演得过头了 很容易重蹈张翰的覆辙 演得太过松弛 又难以将男主的性格特点展现 不过讲真 吴磊演技张弛有度 甚至我看到弹幕区 对他和赵金脉的赞誉 真的经常是要溢出屏幕 不愧是剧内剧外的双A设定 虽说但凡演技在油腻一点 都压不住王兴月 陈静可和董子凡这三位绝帅男配 在剧中 王兴月扮演的孟小冬 陈静可扮演的江阳 以及董子健扮演的吴魏 性格迥异各有特点的人 不管是事业有成的 王兴月和陈静可 还是重情重义 有眼力见的好兄弟董子凡 但拎出来一个 都是有看点的角色 虽说三人的戏份相对来说都不多 但由于角色本身就很讨喜 在剧中都是撮合吴磊 和赵金脉在一起的最强助攻 再加上三人颜值都很高 身材也不错 所以在该剧播出没多久 就快速出圈 作为主角的吴磊 压力自然亚比配角大很多 但同时 我看到了一个把好作品 撑起来的绝妙打造方法 其实优秀的配角 更能衬托和激发主角 更能为作品层次的丰富 增加更加饱满的内核 所以用心筛选和经营 离你近的人 是极其重要的 更成长你自己同样重要 甚至有时候 比这还重要 此外 乌磊在剧中的微表情 都十分的细节 一人将其细致体贴的性格 特点变得更为丰富立体 再看过的影视圈 自以为是 还是偶像的大树的 油腻的演技 如今 再看吴磊对角色 细腻的刻画 却不觉油腻 反而越贫越喜欢 越贫越上头 真心觉得 这种年龄相仿 实均立敌的恋爱 看起来适配多了 我的三观 终于不再被扭曲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